第十三題 有六個半徑為四的圓弧 分別相切於ABCDEF 而且呢 這六個點呢 是大圓上的六個等分點 如下圖的花朵形狀 請問大圓的半徑是多少 這一題呢 就需要來思考一下 首先呢 我們把這個花朵的形狀 先把它放大 題目上說 這六個花朵的圓弧 半徑是四 然後它們都相切 所以呢 既然是相切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們 這兩個圓的公切線 把它畫出來 這裡的這個公切線 也把它畫出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 這個焦點呢 其實就是大圓的一個圓心 那它題目呢 要求大圓的一個半徑 大圓半徑就是這個OA 它題目要求這個OA 或者是OF 好我們再把小圓的這個半徑 小圓的圓心把它標出來 小圓圓心在這個地方 圓心呢 跟切點呢 它是會垂直的 這邊會垂直 這裡也是會垂直 好 你就會形成一個綠色的這個形狀 綠色這個形狀 我們假設小圓這個圓心呢 我們假設小圓這個圓心呢 呃 叫做這個P點好了 叫做這個P點 叫做這個P點 那這時候呢 首先我們現在要知道 角AOF是多少 這個角AOF呢 它其實是這個圓心角 大圓的圓心角 那因為呢 這ABCD六個點 剛好是等份點 把圓弧分成六等份 六等份也就是360度 分成六份 每一份就是60度 圓弧分六份 圓心角也會切六份 這邊是60度 那這時候呢 你就知道 角APF是多少呢 角APF就是360 減掉90 減掉90 減掉60 等於120度 這裡是120度 好這裡是120度 那現在呢 我們知道 它說呢 這個小圓的半徑是4 也就是PA呢 跟這個PF呢 都是4 都是4 那現在呢 要求OA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先把OP連接起來 先把OP連接起來 OP連接起來呢 你就可以發現 這個藍色的這個呢 它其實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它是哪一種直角三角形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直角三角形 它的三個角呢 剛好是30度 60度 跟90度 跟90度 我把它畫在這個地方 你就會很清楚 三角形 OAP 我把它畫在這裡 這邊是O 這裡是A 它是垂直 那P呢 是比較小圓的圓心 那這邊呢 這邊呢 剛好形成一個30度 60度 90度的一個直角三角形 PA是4 那現在要求OA是多少 好 我們知道這個30度 60度 90度的直角三角形 它三邊長的比例是 1比2比根號3 30度對的這一邊呢 是1 斜邊是2 60度對的邊是根號3 所以你當然知道囉 這個PA等於PF等於4 它是一份嘛 所以這時候呢 這個OP 你就知道是PA的兩倍 所以就等於8 那這個OA呢 就是PA的根號3倍 4乘以根號3 所以等於4 根號3 所以我們就知道 大圓的半徑就是4根號3 那4根號3呢 要選哪一個 這個答案呢 我們來選一下 這答案呢 就選A這個選項 所以這一題呢 我們答案就選 A大圓半徑是4 根號3 都選A大圓半徑是4根號3 最重要的選項 4根號3